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行销管理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行销管理的第九讲 我们探讨的主题是 产品组合管理与新产品发展 这一讲有下面几个主题 第一个是产品线与产品组合策略 第二个是新产品发展策略 最后是产品生命周期的策略 适当的产品线跟产品组合 可以帮公司来获得竞争优势 而新产品的发展 能够替公司产品线跟产品组合 带来言言不解的心血 新产品上市以后 会逐渐地迈向成长期 成熟期 最后又会进入衰退期 在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 我们需要拟定不同的策略 在这一讲 我们先会说明产品线 跟产品组合的策略 然后接着再来探讨 新产品发展过程 最后介绍生命周期不同策略 我们就先来谈谈产品线跟产品组合策略 各位看到这是同一公司的一个例子 它的产品组合的广度跟产品线的长度 我们用这个例子加以说明 各位看到 首先同一有饮料 素食面 乳品 酱制品 等各种不同的产品组合 事实上 它的产品组合还有很多 也就是说它还有很多产品线 还有面粉 面包 油脂 一些奶粉 做制品等等 那产品线的长度 则是代表每一条产品线里面 它到底有多少的产品项目 那我们如果看到某一个产品线 它有很多的项目 像饮料 有统一咖啡广场 苹果汁等等 一直到纯市场 很多的项目 那么代表它的产品线很长 素食面也是比较长的 那这里面看到 酱制品假设只有这五个项目 那它的产品线 就是长度比较窄的 比较短的 那除了这两个 也就是产品组合的广度 跟产品线的长度之外 另外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产品组合它的一致性 这一致性所指的是 各个不同的产品线之间 在产品的用途 生产的技术 配销通路 甚至于各方面的相似度 到底有多高 如果从刚刚的几条产品线来看 同一的产品线 它的一致性是算是蛮高的 因为这几条产品线都是食品 它们可以用相同的通路 来配销 卖到同样的目标市场去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产品组合广度的决策 到底公司目前的产品组合广度 适合不适合 要不要增加产品线 或者是要删减产品线 如果公司的信誉非常好 而公司的产能又没有完全利用 我们可能就会考虑 要增加一些产品线 来充分发挥我们的产能 来降低我们的成本 相反的 如果有些产品线 已经过于竞争 那么它的利润已经变得很不好 那么也可能我们要加以删减 接下来就是产品线长度的决策 产品经理要考虑 这个产品线的长度 是不是适合 如果增加一些产品的项目 会不会提高整个产品线的利润 如果产品线太长相反的 我们如果删减一些产品线 会不会反而增加公司的利润 那么这些最主要要考虑的 这是公司的目标 如果公司的目标 只要是摆在营业额跟市占率 那么增加一些产品项目 很可能就可以增加公司的营业额 跟市场占有率 相反的 如果公司的目标是摆在利润 那么很可能 公司要删减一些 不能获利的产品项目 而把整个行销重点 摆在那些能够获利的产品项目就好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第二个主题 也就是新产品发展的策略 在现在的市场上面 消费者的变化 变幻莫测 而竞争者也随时会推出一些新产品 所以我们产品不能一成不变 要经常要推成出新 比如说台中有一家雷虎模型公司 它不断地创新研究 推出各种模型飞机 遥控汽车 它的引擎 遥控接收器 都是自行开发的 那么新产品的发展 其实是很冒险的一个事情 前路公司 投入了电脑 结果损失惨重 跨国的邪恶式飞机 更是难以回收它的成本 国内的南侨公司 在化妆棉跟卫生棉 曾经推出了两个品牌 是胶胺胶棉 结果都失败了 到后来跟保检公司合作的好自在 这个品牌推出之后 才攻下可观的市场 有一项研究组是 新产品它的失败率实在非常高 可以达到了33%的失败的激励 而另外一个研究指出 新产品在消费品的部分 它的失败率是40% 工业品是20% 而新服务的失败率是18% 可见新产品它的失败率 一般来讲是非常高的 而消费品的失败率又更高 我们先做个休息 再来谈谈下面的主题 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新产品发展的程序 新产品是这么重要 但是发展新产品的失败率又这么的高 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组织 来负责新产品的发展 同时我们要注意新产品发展过程的每一个步骤 这个过程可以用这张图来加以说明 首先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发展新产品的创意 要产生越多越好的新产品的创意 接下来要把这些新产品的创意加以筛选 挑出最有成功机会的这些新产品的创意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发展成为产品的概念 并且要把这些产品的概念加以测试 测试完以后我们要进行更深入的商业分析 要知道它的未来的销售的潜力 它的利润 以及对于我们的生产的技术等等 是不是可以克服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发展成为一个实体的产品 也就是产品的雏形 发展出来的产品的雏形要加以测试 接下来我们有可能要去进行试销的工作 也就是显定一些程式来进行试销 试销如果很成功 排除了那些问题 我们就可以考虑要把产品推出上市 底下我们就来一一介绍 刚刚所讲的这些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创意的产生 新产品的创意必须要越多越好 因为有个研究指出 要有40个产品的创意 才能够产生一个成功的新产品 寻求新产品创意可以有系统性的做法 这里面可以采用的技巧有很多 我们介绍比较重要的几种 第一个就是顾客问题的分析 这种方法就是去直接行询顾客 请他们说出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到底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IBM的消费电子创新实验室的主持人 三奇核验他就认为 要研发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 必须要去发掘消费者 自己都没有发现到的一些不便利 三奇先生他在街上去拦截一些消费者 请他们秀出他们的背包里面 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比如说有个50岁的一些男性 他的包包里面装满了各种的文件 笔记本 形式地 根据这样的需求 IBM就研发出一个新型的PDA 把消费者他的时辰跟文件 都能够整合在一起 第二种就是产品的修正分析 公司可以指派专人 把产品的各种属性加以检讨 然后去考虑各种产品属性的修正 比如说把它放大 缩小 或者把各种产品属性加以结合 比如说录影机的制造商 可以考虑把这个色录影机 小型化或者轻型化 推出更新的一种产品 那么第三种是脑力激荡 脑力激荡是找了6到10个人 这6到10个人不一定要是公司的员工 给他们一个特定的题目 比如说想出一种在家摄影 跟放映电影的新方式 然后规定他们积极在一起讨论 那么进行脑力激荡的时候 有四个通则 第一个不准批评别人 第二个谈话内容最好是海阔天空 第三个要尽量多发言 第四个小组要尽量归纳跟改进 别人所提出的构想 第二个步骤是创意筛选 筛选的目的是要淘汰不好的创意 去选出比较有获利机会的这些好创意 筛选的时候可以由新产品发展委员会 或者新产品管理组织来进行 首先是要去列出我们新产品成功 所需要的各种的条件 并且参考这些条件的重要性 来进行评分 我们就用这张表作为一个例子 在这个产品构想的评分表里面 我们首先要列出产品成功 所需要各种的条件 比如说公司的作风 跟它的商与行销 研究发展 能力资源财务生产等等 每一个条件都有相对的全数 比如说在这里头 公司的作风商与 还有行销以及研发 是最重要的 我们各给以20%的相对全数 其他的就比较少 然后我们对于每一个条件 可以来评估公司相对的竞争能力的高低 在这个例子里面 各位看到 比如说公司的作风跟商业 我们给它6分 那么行销可能给它9分 这样子 那么我们给的分数乘上差 相对的全数就得到这个项目的得分 比如说公司的作风跟商业得到0.12 行销乘起来是0.18 把各个项目的得分 我们加总起来 就是得到它的总分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得到0.72的评分 那么根据公司的经验 这样子一个分数是属于蛮不错的一个得分 就是一个好的构想 我们可以加以发展为概念 第三个步骤 就是产品概念的发展跟评估 在新产品的创意筛选之后 我们找出好的创意 要把它发展成为成熟的产品的概念 产品的定位 可以用产品跟竞争者相对的地位 来加以表示 我们底下也用一个汽车的例子 来说明 到底我们跟竞争者的定位 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们假设汽车主要有两个属性 分别是价格跟体积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两个属性 来调整竞争厂商 跟我们到底在顾客 以及经销商的心目中的定位 在这个例子里面 各位看到 A竞争者 他被视为是高价格的小行车 而B代表的是中等价格的中行车 C品牌则是低价的小行车 低品牌则是高价格的大行车 每一个人钱的大小就代表他们的销售额的高低 我们得到竞争者的这四个定位之后 我们自己的公司的产品又该怎么定位呢 它有两个策略的选择 第一个是迎头痛极的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产品 直接定位在跟竞争者相符 或者是一致的位置上面 直接来跟它竞争 来抢夺它的市占力 那么另外一种策略 刚好相反 我们称为是乘虚而入的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产品定位在 现有的竞争者都不去的空的位置上面 也就是说我们要制造一个 市面上都没有的汽车 比如说像低价的大型车 在这个刚刚的图上面 就是在它的走下角的位置上面 那么由于竞争者没有供应这种车子 公司就可以吸引很多的顾客来购买 比如说CLASS的公司在台湾 曾经推出3300cc的康口 价格又在100万以下 创造了非常好的销售的成果 那么产品概念跟产品构想是不一样的 产品构想是公司自己认为 可以提供市场上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而产品的概念则是以消费者的观念 来考虑的一个构想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四个步骤 也就是商业分析 商业分析的目的是要来评估 新产品未来能够创造多少的销售额 能够产生多少的利润 以及它的投资报酬力到底是不是合理 来决定是不是虎儿公司的目标 要不要继续发展这个新产品 在进行商业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市场的需要够不够强 销售潜力有多大 这个需求会不会持久 值不值得进入这个市场 第二个是这个新产品导入之后 对于整个公司的销售额 成本跟利润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个是公司的研究发展工程制造 各方面能力到底够不够能不能配合 第四个是新产品是不是能够配合 公司旧的产品组合 如果能够利用类似的行销通路 或者是促销的资源 那么跟旧的产品就更协调了 如果新产品针对的是公司熟悉的 相同的顾客群 而且新产品的产品印象 跟旧产品也很一致 那么这些顾客就不会排斥他了 第五个是发展跟行销新产品 到底需要多少资金 资金的成本跟借贷的条件 是不是低于我们新产品的投资报酬力 跟这些资金的其他投资机会比起来 是不是更有利 最后就是产业环境跟竞争环境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对我们新产品未来的销售 成本以及利润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各位同学 我们先做个休息 再来探讨下面的主题 接下来介绍实体产品发展的阶段 一个产品概念如果经过商业分析 觉得它的发展的潜力很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交给研发部门 或者工程部门 把它的实体产品发展出来 跟前面的阶段比起来 这个阶段它所要花的费用 可能就非常高了 因为前面的阶段都是在纸上的规划 这边就要投入大量的金钱 去把实体的产品做出来 那么研究发展部门 根据产品的概念 发展出一个实体的雏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根据一些标准 来加以评估 这里面要考虑是下面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消费者看了之后 必须要能够联想到 原先产品概念里面 所提到了各个主要的特点 第二个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之下 它必须非常的安全 第三个制造成本 必须在预算之内才行 接下来就进行下一个步骤 就是进行试销 试销是在一个显定的地区里面 我们有限度的来导入产品 来确定消费者对于新产品的反应 或者对于行销主要的反应 是能够产生好的一个行销的成果的 行销者可以在不同的地区去试销 来针对广告价格包装等各种测量 加以测试 那么如果测试之后发现 产品的使用并不是让消费者非常满意 买过一次以后他们就不再重复购买了 那表示新产品还有问题 必须要改良产品的一些特性 相反的如果消费者来试用的人非常少 那么很可能就代表的是 我们的产品的促销还有点问题 必须加强广告促销活动 但是呢 试销也有一些缺点 包括第一个 试销可能会花很多的钱 或者是花时间 第二个 竞争者可能会想办法来干扰 我们的试销的活动 比如说 借着增加广告 降低价格 来对我们的试销呢 造成一些冲击 使得试销的结果不是很理想 来主导新产品的上市 最后竞争者可能看到 消费者对试销的产品反应很好 就抢着去仿制产品来上市 最后的阶段呢 就是要进行上市的 如果我们试销的结果很理想 我们就会决定 要把新产品推出市场 那这次呢 又几个重点的决策 第一个就是要决定上市的时间 上市时间的错误 往往是新产品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新产品的缺陷 如果还没有完全改善 就匆匆推出上市呢 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失败了 比如说 美国 有一些酿酒业者 他们研发一种 新的 淡威士忌酒 结果呢 各个厂商为了抢先上市 在这个酒的量灶 组成的时间不够的时候 就推出了市场 结果呢 消费者反应非常不好 这个市场就完全被打败了 新产品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了 第二个就是要决定上市的地点 新产品到底是要在单一的市场 去上市或者是要在某几个区域 要在全国甚至于全世界 同步上市 这个最主要就是要考虑公司的资源 公司的财力够不够 小公司通常会选择一个单一市场来上市 等到这个都市这个市场已经是成熟了 反应非常好之后 再来进京周边的一些城市 而大公司可能会用一个区域来上市 更大的公司像IBM 或者是Microsoft这些公司 他们可能有全球的行销网 可能会采用全球同步上市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 今天的第三个主题 就是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就跟人一样 它会出生 然后成长快速的成长 然后进入成熟 最后会是衰败死亡 每一个产品的周期 它的一致性很低 有的可能会是长达好几十年 有的只有几个礼拜 就已经过去了 那么产品生命周期的长短 并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要判断 到底现在我们是处于 产品生命周期的哪一个阶段 这张图说明了 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它的销售额跟利润的关系 首先产品刚导入的时候 在导入期 由于产品刚刚导入市场 所以它的销售的成长 非常的缓慢 慢慢成长 从这个销售曲线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期 公司是没有利润的 这个利润曲线是户的 最主要的 就是因为导入期的费用 实在是太高了 接着就会进入成长期 那么由于市场接受度大增 所以它的普及率会快速地增加 销售成长得很快 所以各位看到它的利润 利润线也开始显著地成长 往往这个时候 利润会达到最高峰 那么接着就进入成熟期了 由于产品已经被大部分的 潜在购买者接受 所以销售的成本 慢慢地缓慢下来了 甚至于有一点开始会往下掉 到了后期也会往下掉 同时为了应付竞争激烈的状态 他们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费用 来保住市场的地位 所以利润也会开始慢慢下滑 最后就进入了衰退期 各位看到销售额快速地下降 利润也都变得非常小 甚至于辩护的了 在刚刚我们所讲的 产品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它必须要采用不同的策略 在导入期的时候 策略的重点是要去奠定 我们的竞争的一个基础 作为一项市场的其他部分 去扩散的一个基础 那么配销网的建立 产品的广告 人员推销 都必须要投入大量的费用才行 那么在成长期的时候 我们这个阶段 策略的重心是希望 能够快速地渗透市场 这时新产品已经有不错的利润 很多竞争者纷纷加入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 我们产品的地位 所以行销的支出还会是非常的高 那么第三个 则是成熟的阶段 在成熟的时期 市场的竞争态势 已经慢慢稳定下来 这时新的竞争者 比较少会加入了 实力比较弱的这些竞争者 已经被淘汰出场 所以整个产业的集中度会提高 也就是说 少数几家的大厂商 会主宰了整个大部分的市场 这次策略的重心就在于 怎么去保持我们的市占力 甚至于在这时候 再进一步去扩张我们的市场占有力 最后就会进入了衰退期 在衰退的阶段 很多厂商开始撤退 那么坚持留下来的厂商 可以接收撤退者的市场 反而它的市场的营业额 甚至于它的利润会变好 保险公司曾经留在 液态的清洁剂市场 肥皂市场而获得很好利润 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这是策略重心 加提高生产力跟行销组合的效力 来维持它的利润 而三减不必要的行销支出 来提高获利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把产品组合的策略 以及新产品的发展 还有产品生命周期 就介绍这了 下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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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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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海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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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了 啊 啊 谢谢你 说谢谢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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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